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喜人喜宇 日是催民 何者今日 讲的日是催民 哈哈又讲点名字 你们听一下 有人说 粤剧传统流派 上世纪的,舌马鬼了马,舌国千马之争,毁明阳,了合怀 那个白有争议,有人说那个是白俱荣,有人说不是,白玉堂才是 那我今天介绍一下白玉堂,白玉堂的名字记得,白玉堂 原来它的真名叫做北昆生,是花园,那时候叫花园,现在叫花刀 花园,北村人,姓北的,北昆生,他出来做戏的名字叫做靓蓝 靓蓝,一般的戏班话叫做靓蓝,把蓝叫蓝,同名当时遇见 他做小母好,做小生好,你又叫做靓蓝,有个做二花面,尊重商人文化 娅仑头卖模那个,又叫做靓蓝,两个藏名 那开头出来做戏,哇出来一半,又帅好,又帅了 但是呢,不够经验,开头,虽然帅ší的,表演又不够老到 那观众要听听什么的,这个东西?这个靓蓝是这样的 就改他的名字,叫做蠟頭公仔 就是蠟頭,蠟頭當然漂亮 蠟頭那麼漂亮,蠟頭那麼漂亮 蠟頭,蠟頭的臉,沒有反應 說他不會演戲,蠟頭公仔 加上他唱歌,過癮了 唱到前面都加了兩個字,知我 知我白,肉,野糖,知我 知我今日,來道,他硬 通通中間加了知我兩個字 所以那些觀眾就改他的名字 知我小生這個,說了兩句知我什麼仔 拉著下去的 還有奇怪,他這個人身高不過一米七 但是那隻腳呢,聽說那隻腳四十三,四十四馬鞋 這麼大隻腳的 因為他排行第三,所以叫他大腳三 為什麼呢? 你出去買鞋就容易了 你要訂高鞋,要穿高鞋,穿紋身鞋,穿小鞋 四十三馬鞋,要特訂的 沒有的嘛,全航出了名,大腳三 那應該,喂,多難窄啊 又立頭公仔,又大腳三,又知我小生 咦,人就是這樣 好了,人壽年千里俱見他 這個小孩可以有得培養 就找他來,喂,不如你這樣吧 我開到戲給你,七十五二 裡面小五二,有個盒道叫做白玉堂 一做成功,結果連戲名都說了 他就是白玉堂,一改就賺 那便出了一個流派白玉堂 這個不是粵劇傳統? 戲語戲人咯 各位,講到這裏了,再見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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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嘖